每周五次每晚六点央视七套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生活五六七 第六节全国农民运动会开赛已经五天了 从充满活力的五龙五师 到你真我多的龙舟竞赛 到区域恒生的田间竞技 相信大家也是一饱眼福了 我自己看来也是觉得非常有意思 今天我们前方的记者 还要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摔跤比赛 这农运会上的摔跤 同奥运会上的摔跤可是不一样的 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式摔跤 规则很简单 不管哪一方选手 只要是除双脚之外的任何地方触地了 那就算丢分 特别精彩 咱们赶紧去看一看 第六届全国农民运动会的中国式摔跤比赛 在福建泉州的桥乡体育馆举行 我们的记者恰恰碰到了 本次比赛的副总裁判长马建国 听他现场解说了82公斤级的一场精彩比赛 进行的是82公斤级的第四轮的比赛 红方运动员欧东斯都代表河南参加比赛 赵阳是来自湖北 欧东斯都是曾经拿过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就是红方选手 欧东斯都的特点主要是力大 正面进攻技术动作比较突出 但是技巧性稍微差一点 现在两个人在抢手 因为中国式摔跤一直抢的 就是手势两扇门 所以他要先要抢到有力的把位 才能使用动作 我看他脚上好像有蹬踹的动作 那不叫蹬踹 现在红方运动员使了一脚踢 因为他这个手法做的不对 所以这脚踢力度也不是很大 我摔跤不叫踹 它主要是踢 踢主要是起到一个篮的作用 财卫园在提醒双方运动员要主动进攻 因为两个人在抢好把位以后不使用动作 现在两个人在找这个把位 蓝帮运动员赵阳先抢到把位 我们这个把位的叫小秀 两个人在战争抢把位 这个赵阳刚才使了一下里刀钩 这个速度呢 反应非常快 使了一下反攻技术动作 然后这个蓝帽选手那个倒地 对对 他属于这个胸腐同时照地 因为中国式摔跤呢 讲究上中下三盘合一 上盘指的这是手 就是你要抢好手的把位 中盘呢指的是腰 下盘主要是指的脚底的步伐 好 这动作漂亮 因为这个动作呢 实际上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摔跤动作 它叫搓 过去的摔跤手管转叫搓窝 技巧性非常强 现在两个人在抢马位 这个我们讲的中国式摔跤呢 他应用了几八十 前蓝帮运动员呢 该大拿着对方在找进攻的机会 第一局时间段 比赛呢分那个上半场下半场 上半场为静时两分钟 中架休息三十秒 下半场两分钟 然后呢他的得分呢 是两局累计得分的结果 为胜方 就是得分多者为胜方 这两门选手都是非常有实力的 在82公斤之一 里边都是非常有实力的运动员 这是第二局的比赛 两个人在抢手 蓝帮运动员在 我们这也叫大拿着 就是一把小袖一个大零 在找进攻的机会 现在红方运动员呢 稍微有一点找不着进攻的机会 如果在这样坚持下去 我看裁判也要做判拔了 好 这条呢也叫踢 这个猛一选手做的这个动作呢 他叫倒八里的踢 这条动作非常特殊 现在双方运动员到第二局的体力 就是消耗比较大 相对来说 这进攻节奏可能稍微 稍微不足这个第一局 因为在这种大赛当中呢 一个是比较紧张 再一个呢 这个第二局 双方消耗体力很大 现在来 好 来问那边切 这点怎么特别 因为它切的时候呢 有点倒腰 这个红方运动员苏都呢 它这个反攻的这个机会 掌握得也好 因为为什么说中文字摔跤 但是一巧破千斤呢 一用的就是这种巧劲 而且中文字摔跤 它基本上动作呢 就是大动作三十六 小动作四牛毛 你看刚才这种动作 你叫不上来的名字 就像牛毛一样那么多 有的是 这个兰方运动员体力不支了 有点透支 其实到第二局到最后阶段 就拼的就是意志品质 运动员到最后就是拼意志 拼耐力 看来红方运动员 后劲比较大 两个人在找进攻机会 因为现在从心里上来说 红方运动员也是占优了 这已经出界了 对 中文字摔跤呢 它在边线这个规则上规定的 就是给对方直接不使用技术动作 推出界抱出界不得分 但是到边线只要使用技术动作 就应该得分 那么这个动作把对方摔出去 那么他使用动作不是很真实 但是你给对方摔出去 照样得一分 蓝方运动员取出了他的身体条件 从我们叫胳膊肠腿肠 就是条件非常 时间到 财面很停了 这时候他搂不住 控制不住 我喜欢跟摔跤比赛 摔跤比赛很精彩 在我们家门口的比赛 参与 我们再去看看 今天其他的精彩赛事 现在女子比赛的运动员叫张蕊 这个运动员也是属于中国顶尖 而高手这个集团的 现在他目前是经验丰富 动作流畅 潇洒大方 我们可以看到他做非常熟练 1080的绕转 目前可以说是男运动员 女动员同时都做1080 也就是三周绕转 他的三周绕转 我认为是最标准的 这在剑子当中是 又一个1080完成得很好 太厉害了 这还是里一个外一个的1080 现在咱们可以看到 这是两周的外落里 外边落在里边 这三周 他的三周都是 踝关节围着剑子 这两周外落里 在拉样上 这个动作叫拉样 来自于燕子的 在夏天互相追着 到水面拉起一条弧线 这个动作是跨花篮 现在是双劲了 现在双劲 这个双劲这个动作是天津首场 一人三劲 一人两劲 在以往的比赛中 潮州都受过参谋长的多次加分 他这个双劲 一个落在脚上 一个落在前额上 连续三次 漂亮 一次失误也 完成了 相当好 没有一次失误吧 没有一次失误吧 没看到一次失误 没有失误吧 而且啊 不知道我觉得 他的动作不仅熟练 难度高 而且只有一种舞蹈的美感 现在上场的是北京选手吴珊 北京选手吴珊呢 是北京是正上中学的学生 只有15岁 现在他完成这动作也很精彩 他刚才完成的是三次后打 和一次垂手龙 这目前只有他一人能长 他完成的是要还拢 两次完成很好 过桥 过道头 左右两脚的这叫自然滑线 也是一脚高能子 720度绕转 完成的挺好 给大家可以看他的手尾动作 这个动作也是只有他一人能完成的 这个叫撑子 嗯 支撃上排 没有失误 完成的很好 他除了绕转的动作难度不如 张蕊难度高以外 绕转周数不如张蕊高 整套动作应该从整个难度中来说 应略地找个手续 张蕊的 但是他有两个动作是其他人还没有的 一个就是不用手扳着把上去腿 对 这个画件动作叫做垂手 垂手铃 这个可以算到创新动作加分里面 这应该算转转的 嗯 因为历届比赛中 没有人能做 嗯 还有他的节速动作 是用一个脚男的 一般是男孩的男的 完成的 这个 直腿外摆 这样的一个动作 我们管的花店里面管的叫做撑子 哎 就像对 就像口袋给撑开一样 垫子 腿从上面过 垫子又做 用另一条的尊子将这样提起 哎 通过慢动作呢 我们更能看清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 非常复杂的连接和组合 这个左右两者的三秒的绕展 这应该有难度系不加分的 最终北京队的无山和福建的陈嘉丽 以9.39的分数并列第一名 广东队的张蕊取得了第二名 第三名被重庆队的风波获得 在今天的比赛现场 记者看到了一位叫张新饶的胖小伙 你猜猜他是参加什么项目的 摔跤 实话跟你说吧 张新饶可是广东剑球队的主力复工 很多现场的观众都怀疑 就他这样的身材还能踢好这轻盈的剑球吗 是怎么会想要来来来来学这个 张新饶居然毫不逊色 灵敏的伸手在队友间不停穿梭 进攻 防守 样样游刃有余 对手实力也很强 比分交替上升 最后广东队以2比1的总比分 战胜了福建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比赛一分钟的实践 一分钟之内结束你的投资动作 第二个要注意上去后 面对器械落地的方向在比赛 第三个一定要注意安全问题 服从裁判的指挥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女子原地 抛制央苗比赛 比赛用的央苗就是她 是用塑料特制的 比赛的场地是在平坦的土质 或水泥地面上 画上长40米 宽6米作为抛制区 中间用抛制板 隔成220个小隔 央苗落到哪一个分数隔里 该选手成绩就为多少分 每名选手都有三次抛制的机会 取最好的一些拍子成绩 作为最后的分数 抛制央苗可采用单手或双手抛拍 您看 选手们是各显其能 什么样的姿势都有 你这动作不怎么标准 好 走开 没练 最终来自天津的鱼屏获得了第一名 好 走开 好 走开 好 走开 当生活第一次点燃是希望才跟随 是希望才跟随 当终点你不再永久是心里才体会 在不等到几多轮回 不在乎欢笑 伴着泪水 超越梦想一起飞 你我需要真心面对 让生命回味这一刻 让岁月铭记这一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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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看到的摔跤比赛 要求选手是刚柔并记 踢键子有直接的对抗 也有一些花活 农运会上的这些比赛 力量速度技巧是一个都不能少 总之我们农运会的比赛 看点还真的是不少 你看只要咱们老百姓上生活中 能够接触到的运动形式 在这里基本上都有 希望您不但要看还要积极参与 这农运会本来就是咱们自己的运动会 不是吗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一18点05分再见 欢乐和谐 激情碰撞 绿色浓运 金色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旁